啊 水牛的哭泣 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一头水牛改变了屠宰供艺生 据新闻周刊报道 在香港一家包装厂 一位工人牵着一头水牛走向厂区的屠宰房 他们准备将这头水牛宰杀 做成牛排和炖牛肉 兄弟 你在做什么呀 怎么跑到工厂里放牛啊 放什么牛啊 这可是今天的晚餐 哦 真的吗 这么说今晚就有炖牛肉吃了 当然哦 还有牛排呢 下班后早点去吃饭 去晚了就只剩胖了 看来今晚就好好吃一顿好的 打打牙剂了 哈哈 就在工人牵着这头水牛接近屠宰房门口时 奇怪的一幕竟然发生了 那头悲伤的水牛突然停止不走了 突然那头水牛两只前脚往前跪下 眼泪也跟着扑速速地流了下来 快走 听到没有 你看它 它好像在哭啊 啊 这 这就是怎么回事 难道它知道我们要杀它 可是它还没有进过屠宰房啊 它是怎么知道自己将要被宰杀呢 这头哭泣下跪的水牛吸引了众多工人跑来围观 现场挤得水泻不通 就连屠宰房的屠宰宫也闻讯跑过来看 很多人都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人类一直以为动物是不会像人一样哭泣 可是这头水牛真的像个婴孩一样的哭泣着 当我看到这种被人们认为是愚笨的动物 竟然在哭泣以及看到它那充满恐惧和悲哀的双眼时 我忍不住地发抖起来 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地讶异 我们不停拉着那水牛 可是它却一动也不动 只是跪在那边不断地哭泣 围在水牛周围十几位工人的心被哭转了 不择宰杀的屠夫的内心更是受到了触动 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 到了牛也哭人也哭的份上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没有一个人忍心下手杀它了 不如我们把它放生吧 于是大家决定一起出钱买下这头哭泣的水牛 并且送到一间佛寺 交给那些会爱护它的出家人 好让它可以安心地度过这一辈子 这是个好题 我赞同 我出一百元 我出两百元 那我出一千元 就在大家做出决定后 神奇的事又发生了 这头水牛似乎得知我们不会杀它 它竟然站了起来 然后紧紧地跟随着这些人 它好像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我必须换个工作了 主宰的工作我是无法再做了 当我准备宰杀动物时 将永远不会忘掉这头泪流满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 看来这头水牛改变了我们这些人的一生 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但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